来看到警镇消息 高雄有一位母亲因为看不下去 儿子长期染毒 伤心之下决定大意灭亲 报警抓人 警方上门逮人的时候 吸毒男子还抵抗 甚至把毒品藏起来 企图掩饰犯行 让一旁的母亲看了伤透了心 看不惯儿子经常躲在房间吸毒 伤心的黄姓妇人心痛之余 决定找警方进屋抓人 没想到躲在房里头的男子 一听到外面有动静 立刻将房门反锁 警方只好破门逮人 就在这个时候 男子还将毒品抛出窗外 企图掩饰犯行 这个妈妈心情当然是非常低落 大意灭亲 知道儿子在家里面 又再次吸毒之后 当然就拿起电话来报案 当我们同事到达现场的时候 妈妈也一度的就很生气 就一直念说 抓去关 抓去关 就咋不痛 警方眼尖大声呵斥 命令男子不准乱动 随后果然在房里 搜出一包安非他命 就在准备将人带回警局时 男子还不断挣扎 另一旁母亲看了 相当伤心 同事也在她的手中 有查扣到一个吸食器 当然里面有残余的毒品 另外在她的皮包里面 也有查扣一包毒品安非他命 这个重量是1.36公克 在这个当下 我们感受到 这个母子之间的一个亲情 在难以抉择之下 妈妈还是依然决然 选择打110报案 当然我们也把这个 留性嫌疑人 把他移送地检署证办 据了解证明吸毒男子 快30岁 因为吸毒将家中积蓄 快花个精光 母亲怎么劝都没有办法 最后只好忍痛 大义灭亲 报警逮人 希望孩子接受制裁之后 能够改掉毒瘾 重新做人 港都新闻王思武 宋佩晨 采访报道